随着春节的临近呢 四川彭州九尺镇的板压一条街格外热闹 不同风味的板压一同出街甚是壮观 九尺镇的板压一条街可以说是非常出名了 我的前后左右已经快被板压包围了 那大概是了解到这条路大概有一公里长 那基本上卖的都是板压 那我觉得自己也是很快融入了这个感激的气氛当中 基本上每一家店外面都能看到有顾客在选购 我们看这边感觉是爸爸带着两个小朋友 现在就已经吃上了 买了多少 买了七八糍 感觉它吃起来怎么样吗 这可以 有点香 感香感香的 买来自己吃还是送人 自己吃的嘛 送点人 因为是盆着的铁材 口感很舒服的 十七八十 每年都要买板压送亲戚朋友 喜欢哪种口味 五香的 你觉得价格怎么样 价格是非 刚刚也是问了一下 这个板压大概是分了生熟两种 那熟的也就是五香和酱香两种口味 那口味咱们是打听完了 那价格怎么样呢 快去问一问 去年的花生我们板压的花生要达到30 今年要稍微偏低一点点 偏低两元钱左右 五香的一般就是26 九香二十八 一支两斤多 大地点的花生六十多 七十块钱左右 小的就是五十多 那我们看见除了是这种挂在外面的板压 还有大家看一些很多正在打包的板压 那刚刚老板也是跟我说 他们有很多顾客在网上订购 就可以从这边直接寄过去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买来要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就发货了 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就发货了 foe foo ans 谢谢观看